大家好,我是袁胖 发明能变发财,大家对发财感兴趣的 你可以多多关注发明迷 也可以百度发明迷商城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最新发明是什么 有点特殊 这个发明东西叫做铁牛马 这个发明人叫苏道成,古北人 他在当地算是小有名气 基本上镇里面的各聪各复的人都认识他 他虽然初中没毕业 但是非常喜欢这个机器制造 很偶然的一次啊 他听到了三国诸葛亮发明的木牛牛马 他就很感兴趣 想想自己家里还是山路崎岖啊 用个肥料还走路不方便 所以呢 他就想着自己反正就当做玩吧 搞些机械制造 他就想着去研发一下诸葛亮的这种木牛牛马 在小的时候啊 我换个牛换个羊 在那个时候呢 我经常观察 牛羊走路的舞台 什么 我看看牛 到哪儿换牛 对的哈 你赶紧说你看看牛干 我看牛人走了 真的看一看 我去我看到三国志 里面做料 牛牛流马 老苏呢 是这个从头中后的农民 说实话 但是呢 他在机械方面呢 设计方面呢 还算是一个奇才 有自己独到的这个见解 你想一个农民能干出这东西出来 那很不错啦 很多人可能看了这个 他的这个木牛牛马 觉得很好笑啊 但是啊 他把这个当做他的乐趣 与其在家打牌呀什么的 还不如搞搞发明 是吧 老苏发明的这个东西呢 虽然没有发财 但是呢 我认为他还是很快乐的 人家很快乐 我觉得就挺好 就是我又是做了第三代这个挖地鸡 所以呢 他现在呢 也在这个机械上面 进行那些改造 也呢 他还想做出这种 铁牛马能够更立的 所以呢 反正这就是他真正的快乐吧 我做了几十年 我感觉很成功的 发的效果很好 我第一次啊 感觉到成功的世界 老苏呢 由这个亮的木牛牛马出发 打造了自己的这个铁像铁马 虽然不能说道理给三里人用来多少方便 啊 但是呢 观赏性呢 也还是蛮有意思的啊 他最后的发明改进的挖地机 也还有一定的意义啊 我是鼓励这种发明创造的啊 我希望如果说中国真的有像老苏这样的人一桌了 中国的科技发展没有上不去的道理 凡是发明明的产品 如果想找圆胖 圆胖给你送礼包啊 你可以带着礼卷 帮我们发明明商城购买 要想找圆胖呢 你就在下面评论私信留言就可以了 我们的小编会把我的电话码给你们 谢谢大家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